他说他几百年毕业 八百 啊假如你是不是就八百岁 还有比我还老呢 由跳跳堂故事剧场演出的儿童亲子剧 以白雪公主 爱丽丝和大野狼等耳熟能详的角色 以生动有趣的剧情 透过幽默对话和吸睛的服装 将乐婚怨生能养的婚姻观念传达给观众 更巧妙融入托育津贴和生育津贴等各项社会福利补助 剧中还特别着重银法族议题 像是失智症防治和反诈骗的生活实力 让现场观众深受启发 我们今天办理暑假亲子放手做跟同乐会的活动 我们最主要是响应台北市人口政策 我们邀请了很多去知名的表演团体 最主要是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跟表演的方式来跟大家讲 传达一个热声怨养 然后也愿意把正确的婚姻观念传递给大家 那也同时也导入市府的一些社福政策 比如说蒋市场上任以来 我们推动了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第一胎四万 第二胎四万五 跟第三胎的五万 最主要借由此机会来鼓励辛苦的爸爸妈妈们 那同时我们现场也办了很多的亲子手做的课程 那最主要是要来营造亲子之间彼此互动的关系 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愉快的周末下午 营造一个亲子愉快的一个周末 那也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刻 为了增加亲子互动 活动特别安排亲子主团合力制作奶油胶DIY相框 在专业老师细心讲解下 让家长和孩子们熟悉奶油胶的使用方式和操作技巧 亲子一起动手 创作独一无二的特色相框 借由彼此合力完成作品的过程 让亲子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还可以将充满爱与回忆的珍贵照片收藏并展示其中 留下幸福时光 我们是从脸书上面得知这个活动的 那我们今天来参加觉得非常的好玩 而且有意义 因为它有配合政策的宣导 但是并不会枯燥乏味 它是搭配儿童剧的方式来进行宣导 所以对于大人跟小朋友来说都觉得很有趣 那我的小孩呢 今天第一次体验了奶油胶条的活动 他觉得做了很有成就感 所以也很开心 我有两个宝贝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活动 我觉得活动很棒的是用戏剧的方式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知道那个宣传的目的活动内容这样子 然后连小孩都能够失收 然后后面的手作也是小朋友很爱的 那虽然养小孩很辛苦 但是也有很开心的地方 像是小孩有很可爱的时候 对所以还没有生小孩的朋友们 不要犹豫 还是可以生个几个来玩一下 主办单位大同区公所表示 活动特别与台北地下街合作 在一号广场举办 不仅受到参与民众的热烈欢迎 也希望为周边店家吸引更多民众驻足采买 同时让参与家庭度过一个愉快且有意义的下午 更潜移默化地宣导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彰显寓教娱乐的理念 大同区站站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